Hello各位早晨,Richard the Aeronauts 你看他的poster也有寫著 Inspired by a true adventure 那他講的什麼true adventure 他這部電影的故事是說什麼呢? 他講Edith Remain是一個科學家 他是一個大學教師 在他那個年代 因為人類對於天文的現象 又或者天文學的理解 只有非常少 但他相信如果他能夠騎著一個氣球上到高空 然後他可以多拿一些資料 資料、資訊、資訊 他相信人類可以了解氣象更多 所以他就找了另外一個出名的 可以拿這些氣球的女生 就是Felicity Jones 即是那個女主角 載她上去 然後出電影 就是說兩個人在空中 然後他們就飛了上天 他也有交代很多他們的背景 不只是在空中 說回他們在地上發生什麼事情 例如Edith Remain 很多人當他是一個神經病的科學家 沒有人理會他 甚至乎很難賺錢才可以飛上天空 另外Felicity Jones 他也有歷史的 他曾經握這些氣球 他在空中發生過意外 即是一個這樣的故事 首先很明確地說 雖然說是 inspired by a true adventure 但我覺得這齣戲 跟現實是脫離太遠 我覺得很難說他是一個 true adventure 他真的inspired remotely inspired 因為這齣戲有兩個男女主角 其中一個女主角是fictional 是不存在的 一半個主角是虛構為作 所以你怎麼可以說是true 但那個科學家是真的 他出名的是 用他的技術 可以令到氣球升得比其他人更高 所以他曾經在某段時期 騎著氣球上到幾萬尺 這齣戲我覺得是 有好有不好 不是不能看的 但如果是Felicity Jones加Eddie Reming 我覺得是有點失望 因為我很喜歡看他們兩個 我很喜歡看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走在一起做出戲 即是又再做出戲 我會很想看 可惜他 我覺得是 他好看的部分 其實是很好看的 可惜那些部分是太少 我覺得 我覺得 這兩個演員都是好看 首先 就是好看 兩個主角都是好看的 即是帥哥 以及男神 以及那個女生的樣子都是好看的 即是他不是很漂亮 但我是喜歡看他的樣子 說到外面 又說到他這齣戲的環境 我肯定是CGI特技 但是是漂亮 即是當氣球在空中的時候 看到不同的環境 即是在空中看到有雪 又或者是有蝴蝶 或者是去到很高空 穿過一些雲層 有很多那些畫面 我覺得是出雷拔碎 我覺得是拍得非常漂亮 所以在這齣戲 他們在空中是有遇險的時候 但是我覺得他們在空中的時候 就算是沒有事情發生 只是拍著那個氣球 在空中飄的時候 我都已經覺得很好看 然後在這個氣球裡面 是兩個我喜歡看的演員 Perfect Very Good 所以我覺得這齣戲 在那些部分 就很好看 但是他那個問題 我覺得有兩個問題 首先他有兩個角色 女生那個是虛構 虛構的女生比較好看 他是一個有common sense 有行動力 是一個勇敢的人 但是科學家的角色 我不知道是否貼近真的人物 但是在這齣戲裡面 我覺得他真的很煩 他經常說 我是很有理想 我一定要做那件事 然後他做一些很無厘的事情 這個人是沒有科學頭腦 這個人經常是非理性的 他這齣戲不是沒有解釋 即是說當他在高空的時候 會影響他的腦 有些缺氧各方面 但是他這齣戲 是太多過這樣的決定 去到某個位置 差不多是當他身陷險境 我心裡面在想 一個這麼無常識的人 他應該一早就死了 如果他這樣也不死 這樣也死不去 這個世界實在是太過無功力了 不是一個討好的角色 因為他做很多 我覺得是不符合他科學家的身份 有些時候 他已經在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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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理由 不會下雨 我已經算過數 那不就是你算錯了 狼居仔 你真是這麼低B的科學家 所以 不是一個好看的 演員好看 角色不好看 我覺得有點浪費了 還有他講得很有理想 但是看完整齣戲 他唯一的成績 就是表露出來 唯一我看到他的成績 就是搭那個氣球搭到很高 但是他之前說 可以改變人類 可以令我們了解很多 關於氣候 可以預測氣流 沒有實在看到 這方面 好像打了折扣 好像他只是去力險 想去到高一點 這樣也是一個成績 但是 不是他一直在窗耳 而且這齣戲 他花了很多時間在地面 因為他們升空之後 還說回他們之前的 背景 例如男主角跟他同事之間的交往 怎樣被人契落 Felicity Jones 跟他老公之間的事情 跟他的朋友 親人 我覺得那些部分 全部都不太好看 那些是很麻煩的 我想看這兩個主角 但是這些部分 就說了很多其他事情 我想看Eddie Remain 我不想看他的同事 為什麼我要看他的同事 怎麼欺負他 為什麼我要看他的部分 我想看這兩個人 在他空中的部分 但是這齣戲 不斷 當我看到 開始投入 這段挺好看的時候 他突然間 又拉走我 不讓我看 逼我看 一些我覺得沒有那麼有趣的部分 就是他們之前 在地面做的事情 我覺得很麻煩 很普通的drama 可能導演覺得 如果不講多些這些故事 他就不能支持出戲 過半小時長 因為現在是過半小時過少少 多一點的出戲 但我覺得他在空中的畫面 拍得這麼漂亮 就算沒有驚險發生 甚至沒有對白都可以 只是拍他們在空中 或者說一些無聊的事情 我覺得這樣可能會更加好看 Anyway 這齣戲 我有點失望 沒有我想像中這麼好看 當然是因為我對於這兩個主角 有幾高的期待 這齣是Amazon的戲 Amazon有很多戲 其實都是相當不錯的 所以這齣戲 我給他的評分是C 我覺得有機會可以看一下 但是我不會去買碟 我亦都不覺得值得進去戲院看 如果他真的差不多整齣 例如九成出戲 都是拍他們在空中 然後有很多那些 這麼好看的畫面 在空中的畫面看 可能真的值得進去戲院看 看IMAX也可以 因為他有些畫面拍得很好 但可惜出戲 不是這樣的電影 我會不會去看 你會不會去看 那種電影 是非歸一次的 他真的會在空中 是不斷 在空中 有些細節 也會不會去看 那種電影